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关心 台北市长蒋婉安 特别选在青年节 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讨论汇整相关青年政策的议题 最快6月成立青年局筹备工作小组 进行相关的作业推动 另外他的市政白皮书 也会定期追踪进度 并公告在网络上供外界检视 也欢迎市民提出建议 台北市长蒋婉安亲自颁奖表扬 台北市优良公务员 对于有议员质疑 蒋婉安选前承诺将成立青年局 选后却毫无进展 蒋婉安受访时表示 台北市政府已经在3月29号 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至于成立青年事务局的部分 预计最快6月就会成立筹备小组 进行相关作业推动 我们上任之后 对于相关青年证的推动 也一直都在进行 那也很早就规划 确定今天3月29青年节 我们就会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来汇整相关的提案 那未来我们也很快的 来将青年局相关的设计理念 提报到市政会议来讨论 那预计可能最快我们6月份 就会成立青年局的筹备工作小组 我想我们就会来进行相关的作业 选择在青年节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蒋婉表示 会议已会整了4个讨论提案 包括居住文化等 将请相关局处逐一说明因应 了解不管是居住 还有文化等等各个层面 那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 他们都有会整一些提案 等一下大概会有10个提案 然后会分别提出 然后我们也会请相关的局处 来就这些提案做具体的回应 另外对于大家关注 甲安的市政白皮书实施进度 甲安表示会定期追踪政见执行进度 也会定期公布在网络上供外界检视 也欢迎市民朋友提供建议 我们会将市政白皮书定期的上网公告 应该是说公开让大家来检视 我们也会定期公开我们相关进行的进度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提供建议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全民普发现金6000元 登记网页一推出 就有诈骗钓鱼简讯搭上话题 透过伪装的网页来诱导民众 点阅骗取个资 台北市议员陈又成和张志豪 与诈骗简讯的被害人举办了记者会 呼吁大众要睁大眼睛不要被骗了 诈骗简讯搭上全民普发6000元的话题 提供假网站诱骗民众点进去 很容易就被骗取个资 台北市议员张志豪就说 这些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会利用近期讨论度高的议题来操作 民众很容易一时不察就受骗上当 这个时候政府发了这个6000块 当然就成为这些犯罪集团 诈骗集团的这个眼中的大肥一样 那大家可能在领到 本来是一个诈骗简讯来了 哇我可以领6000块了 所以他可能就很开心 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下 他就忘了去求证 或者忘了去看看 政府所提醒的正常管道 就很容易被这种调域的网站 所来欺骗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政府 应该也要提供更多的一个教育宣导 告诉民众说 哪些才是正规的网站 哪些才是正规的管道 不要让民众在这种 比较是开心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一下子没有思考的 很清楚的情况下 就中了这6000块 钓鱼网站的这个季 应该要加强的宣导 加强的一个做一个宣 对啊 就是所谓的一个钓鱼的网站 他就说数位发展部 写的跟真的一样 然后就讲说恭喜你 政府发放6000还税渔民 如何快速领取 这极有重点 第一他恭喜你 先卸下你的心房 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 另外还税渔民的话 你又更开心了 如何快速领取 大家都想要赶快领到这里 所以你看三个字 我相信很多民众 在不知情的状态 都容易被遭受到诈骗 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快脚步 赶快的做一个宣导 谢谢 台北市议员陈佑成 也补充说明 便利的科技 也成为诈骗集团的破口 同时也邀请行大 经济组组长陈志峰 说明如何宣导放诈骗 线上登记好像才400多万人 我们在地方街道的反应就是 因为民众不相信政府的网页资讯 所以他宁愿不去做登记 他宁愿等到最后一刻才要去邮局 再自己去亲自去领取 其实这就是估计了原本要做 IT跟资讯的美意 也原本要做分流的美意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管控好 资讯安全而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这确实在6000块发现金的时候 会很明显的 跟过往不管是发委会券还是过往 所有政府要登记口罩疫苗等等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资讯 会有非常大一个数字的落差 就在因为资讯安全的原因 所以民众宁愿自己等到最后一刻 也不想现在去登记 去线上排队 这是我们在地方实物上看到的状况 就是民众要报案快 远景的受理快 跟后续的处理快 但是可以发现其实诈骗集团 他的手法跟速度更快 因为连民众在第一时间 就直接做指副 都还是没有办法忘归 他的财产损失 所以还是要麻烦台北市的刑大 跟165还有金管会的相关机关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专案的处理 不应该让类似的案件会更容易发生 甚至它还有可能成为犯罪的温床 用这样子的人头账户的方法去榨取 店家的金额跟财产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最后我跟张志豪议员 共同学调出 其实110年的诈骗案件4000多件 111年4000多件 但从今年的1到2月已经548件 如果用这样的比例来算 今年的诈骗案件可能会比往年更加的成长速度会更快 所以才在现在3月即将进入4月的时候 真的要拜托台北市的警方还有中央 能够一起合手一起联手来解决这样很沉痛的问题 诈骗集团他们的所谓的钓与简讯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形式 他们都是根据我们现在时下可能比较热门的话题 比如说最近6000元的这个发放现金的部分 他们就会马上制作一个 看起来好像是 你感觉不出来他好像在诈骗你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他那个手法一直在更新一直在变 但是我们这边像有关6000这个 其实在还没发放之前 不管是我们刑事局还是我们台北市警方 我们早就针对这部分已经一直努力的在宣导 那做一些图卡很简单的图卡让民众一目了然 能够对于你收到这个点讯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警示 那其实像刚刚一作说我们现在可能登记的不多 因为大家都怕受骗 那表示其实我们的宣导其实有他一定的效果 因为民众对于简讯的这个连结 他有一个有一定的敏感度 甚至他会有一点顾虑 所以他就不会轻易的去点均硬的去做登记 那针对刚刚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防判 其实我这边就只能呼吁出大家 因为你只要收到简讯的连结 百分之八九十大概都会是诈骗的 甚至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案子是 就是说你有买东西然后他就说你付款失败 他就给连结又一个片一个连结 所以其实只要你看到简讯里面有连结 这连结我是建议大家千万都不要去点 那这样子就能在前端就把这个案子 就不会往后续的衍生了 后续的相关了 所以来路过你的简讯千万不要点连结 包括LINE包括简讯都不要去点连结 我们就可以防止自己被诈骗或者是盗取相关的资料 地方和中央165串街通报系统指付程序 一定要更加精进 张志豪议员也说要求相关警政单位积极主动查气犯罪组织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万和儿童计社区共好服务中心 是台北市首座社区老幼共荣空间 3月29号下午举办了开幕典礼 市长蒋万安表示 这是台北市历经27年后第三座儿童服务中心 将为社区育儿与安老提供友善空间与优质服务 市长蒋万安与社会局长姚淑文 以及市议员陈冰府等众多嘉宾 一起为万和儿童计社区共好服务中心进行开幕检彩 市长蒋万安表示 今日是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这是台北市在民国85年后 睽違27年诞生的第三座儿童服务中心 其实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台北市 我们在民国85年 有两座儿童服务中心 然后我看了资料 我说85年之后呢 我们第三间呢 一直没有出现 而今天是睽違27年之后 第三个儿童服务中心正式诞生 大家拍摸一下好不好 而且这个历史性的儿童服务中心 就在我们国顺里 就是我们影会里长 这么多年积极努力争取之下 造福我们里内 以及所有乡亲 不管是儿童 不管是我们长辈 都能够受毁 我了解这个空间 我们一开始 当然是儿童服务中心 但现在台北市 我们的长辈 越来越多 因为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65岁长辈 在台北市 已经超过了20% 每五个人里面 就一位是65岁的长者 所以 长辈的照顾 就很重要 也是我很关心的 我们也希望 我们希望 未来很多的长辈 来到这里 不只可以上课 共读 跟孩子一起 互相的交流 学习 所以我们打造一个 老幼共融的空间 那我想未来 我们也希望 这里会是一个 指标性的示范区 我们也希望 好的模式 能够推广到台北市 各个地方 各个区块 所以 再次的谢谢 大家共同的努力 台北市未来 我想 不管是对于 年轻孩子的照顾 我们 生育奖励的提高 托育的补助增加 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让大家 可以无后顾之忧 在职场打拼 同时 长辈的照顾 我们也希望 大家走出来 照顾大家的健康 能够不断的学习 我们也推出了 所谓跟社大合作的 勒林进修券 鼓励大家 走出户外 多动一动 不断的上课 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 那今天这个空间 我们把孩子 老人 一起结合 所谓的 共融共好 我想 这个是未来台北市 要努力的方向 现场市长蒋万安 也和当地国顺礼 里长陈颖慧 以及市议员 陈兵福等嘉宾 一同体验包马鼠 里长陈颖慧 长期服务社区 长者与学童 因此积极争取 一座共融空间 他也感谢市府 与议员的大力协助 终于让美目成真 所以我就很希望 这个地方 能够让老人 有他们的 乐活的一个中心 那也希望 他们能够 陪伴我们的小孩子 让小孩子 他们能够 开开心心的 跟老人一起生活 一起接触 然后老人 讲故事给小孩子听 让老人 让老人 小孩子之间 大家有感情 这样子以后 他们的家 会更温暖 所以这个地方 争取了十二年 也用了很多的心思 那时候台北市的各局处都不要 那我一直坚持说 你们今天不要 明天你们绝对后悔 那所以我也一再地拜托 建设公司 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 那就最后 最后因为刚 柯P的这个局长 那个社会局的局长 他也曾经做过我的义工 也在我那边做过 一天的义工老师 所以他觉得说 陈理长他有这个雄心 就希望说 这个是让社区更好的一个场所 就支持我们 也很感谢老天帮忙 各局处帮忙 各议员帮忙 还有建设公司帮忙 在地的地主帮忙 所以这个是我们 梦寐以求的地方 终于让我们成功的实现 那也希望遍地开花 台北市有很多的建案 也希望他们能够 在地的一些里长 或者是商圈的理事长 能够提出这一方面的建议 我想不是只有七八年后 才一间成功 这是一个都更的一个回馈的空间 但是之前台北市政府的本位主义 让这样一个好的地方 却遭到交通局民政局 社会局的互相踢瓶球 好像这是个烫手山鱼 然后后来终于在 平衡还有我们里长 共同努力之下 然后让社会局来 就是接受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提供给长者 跟幼儿可以使用 我想这未来 台北市在许多多都更岸里面 这会绝对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范例 每一个地方都需要 还是有除了 这个德标厂商的单位以外 当然还是也有热心的 包括像里长 我们希望大家共好 如同就像这个地方 叫做一个 共好的一个服务中心 我想这个开中民 我们不只是希望一个人好 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然后来提供 我们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目前比较可惜的是 他的营业时间是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跟里长共同来努力 希望在 例如说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时段 也能开放 还有包括在六日 尤其现在大家 非常注重的就是 周末的这个休闲生活 那长者跟小朋友 就是假日才能休息嘛 才能使用这样一个 否则你的时间 小朋友就几乎用不到的 万和儿童继社区共好服务中心 由台北市社会局委托社团法人 中华牧人关怀协会管理 一楼设置体建设施与共读区 二楼规划社区厨房 多媒体试听试 共享客服教室 以及儿童游戏区等空间 将为社区民众提供老幼共学课程 与长者服务方案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困扰借用通勤民众的9026路线 客运托班问题可望解决 立委蔡世英表示 在持续与公路总局协商下 4月7号召开的入省会 将依据公路法第41条规定 开放其他客运业者加入 增加9026路线的运能 持续关注9026路线客运托班问题的 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依据核定内容 9026现有客运业者每天要开出168个班次 不过目前连120个班次都有问题 因此公路总局方面 已经陆续开出31张罚单 由于托班的主要原因在于 现有业者的司机员及车辆数都不足 这段期间除了由公路总局方面 协调多家客运业者资源外 蔡世英也协商公路总局方面 依据公路法第41条规定 在4月7号陆审会议时 公告开放其他业者加入 来增加9026路线的运能 在4月7号公路总局的陆审会议里面 会要求公告开放第二家 在尖峰时间经营的业者 来增加我们整个9026能够提供的 一个运量跟运能 那是也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精速的推动 那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 台北基隆到南港的我们的用路人 能够除了符合房家之外 有第二个选择也让他来做 那这个事情在这个部分 会继续让有力推动 另外交通部方面提出 补助司机员新制方式 协助非直辖市的国道客运业者 维持足够的客运班次级运能方案 已经公告 将陆续在各地进行招聘活动 蔡世英也呼吁 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 踊跃参加 从3月开始公路总局有公告 新的驾驶员的补贴方案 那未来有机场的招聘的说明会 那适应其中的场次 我也去参与 那如果有好朋友 对于职业驾驶员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报名 因为未来这个专案里面 公路总局将会做一个专案的补贴 驾驶员的薪资 让驾驶员在未来 在公共服务的 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 能够享受比较好的薪资的结构跟待遇 蔡世英强调 对于结构性问题 他会严格要求公路总局方面辅导业者 让全台的国道客运驾驶能够陆续补足 维护都会区通勤民众的需求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市长谢国良针对到交通部铁道局协商捷运事宜 首度公开说明强调与铁道局协商的气氛良好 他请铁道局向行政院反映市府财政困境 如果一定要金融市政府负担54亿的自付额 市府希望能给予延长新建经费的还款周期 他认为理想的下限是20年 以免市府财政破产 针对前一天到中部铁道局 参加金融捷运规划进度及推动会议 金融市长谢国良首度对外说明 那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很多技术面跟各个厂站衔接的问题 也就是很多都是技术层次的 那当然站在本府的立场有提出我们的一些财务预估 虽然说有42亿的收入 但是有21亿是捷运开发区比较明确 有21亿是潜力开发区 这个部分真的我们提出了很多我们的数据 然后告诉交通部这部分真的比较不明确 而且时间要比较久 那假如在9年的时间就编完了50几亿的工程跟征收的预算 那在未来等到有地的时候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举债上限 就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困难 那交通部铁道局表示他们理解 那也会把这个财务的情况再转回去给交通部 甚至让行政院了解 那我个人也理解到交通部铁道局比较是做规划 以及技术衔接相关的单位 并非能够去做一些财务的决定 所以其实在昨天我们做了比较多是在技术层面的沟通 以及我方对于财务的情况 希望局可以转达到部甚至行政院内的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这一场昨天的会里面 讨论太多这个金钱负担的问题 那我了解交通部现在已经有积极的在评估 也了解到这个基隆市的困难 所以基隆市很愿意再继续拜访交通部 甚至也拜访行政院 那国良也相信大家都有善意有诚意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想出一个方案 然后呢能够让基隆能够减低更多的负担 那基隆市应该要负担 我也认同我们一定会负担 那但是我们负担的这个比率等等 我们会尽全力再跟交通部跟行政院协商 所以结论就是说昨天的会议很良好 那我们会尽全力再跟交通部沟通 所以表达整个会议下来气氛良好 针对基隆市分担的金额 结果良说基隆原本就应该分担 更提出希望能够延长经费还款周期 昨天并没有提出这个上限的金额 不过我有一个金额负担逻辑 大家参考看看 就是这个逻辑呢 就是说只要年限越长 那我们可以负担的金额就越高 那相对而言 我们如果负担的年限越短 那我们的承受力就越低 因为我们的土地必须要标售后 才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收入 然而所有的新建费用 跟征收用地费用都会发生在前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前九年 我们都把捷运盖好了 也征收好 钱都花了 可是我们来不及标售 而大家也理解 通常是捷运盖好后 不论是连开区 捷运开发区 或潜力开发区 真正要盖好后 甚至通车后 它的效益才会更显现的出来 所以变成说 未来虽然我有收入 可是我在之前 可能没办法去应付之前的支出 那这样子呢 就会造成我们周转上发生困难 我昨天也很诚恳地 把这些点都有跟交通部 跟铁道局来报告 也请交通部的长官能够了解 所以我要跟您报告的就是说 只要付款期拉得长 我们的负担能力就可以增高 假如说我们的付款期限拉长 那假设它是九到十年间盖好 那这些地慢慢变成政府可以标售的 那我因为前面付款是拉长 我因为整个付款期是拉长的 那我的钱就来得及 有一些土地可以去标售 再慢慢还掉这些负债就可以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 我是几亿都花了 地都还没好 没办法标售 没办法去减低自己的负债 那你有了好几块可标售的地 还没来得及标售 我的举债上限就超过了 也简单来说市库就破产了 那这样子的话 也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有的 一个对民众的信赖保护的一个操作财务的一种方式 这个再来就是呢 那个一些土地的协调方面 当初议会有声明说 有些地球并不同意 或者说条件上不同意 那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进度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先跟交通部 先确定好我们能负担起这个建设 那我们才能够去跟这些地主说 我们要来征收或如何征收等等 那讲真的如果没有这个钱去负担 我要怎么跟他谈我要去征收他的土地 我觉得这样谈可能对这些地主说到要是没做到 也不符合政府诚信原则 所以我觉得一切应该都是还要跟交通部好好的沟通 弄一个期间是政府可以负担的 然后我们就会积极来进行更多 后续该有的工作 不过我们今年年中 就会成立一个捷运专案办公室 那目前最近也在调度更多的内部资源 让捷运可以有专门的科室来办理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内部这一刻都在做的事情 谢国梁再次强调 已经明确表达 请行政院合照部 考量金融市政府财政困境 延长经费负担其成 才能务实协助解决金融市经费负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 北市预售屋销售管理制度再升级 提出以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预险 以及建奏资讯辅助申报两项新服务 加速预售屋的资讯揭漏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买卖房屋契约多也就容易有消费争议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预售屋销售管理制度升级 三大攻略助保障消费者权益 我们就是希望以市民回核心提供最好的服务 所以这一次我们刚看到简报大概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预检制度 我们也是算创全国之先有这样的预检制度 我们针对预售的契约建案资讯等等 预售契约我们计刑局我们先做一个预检 然后在我们建造申请的阶段就把它提醒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我们让整个备查的程序 从原本三十天缩短发帖 我想加快整个速度跟效率 那同时我们也让很多相关的建造资讯的申报 从原本的手动改为自动更有效率 那另外我们也让这个相关的资讯 包括建案资讯 其他内容还有红单的内容 都在网络上面完整公开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来解释 所以我们透过这三个方式 能够让整个销售的过程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安全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方案 最重要的地方 那其实在几周前我们也提出 不管是对于都市更新 公办都更 7599专案 或是都更武建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落实我们对于打造一个移居 友善的城市来前进 今天我们也正执行 在文山区物诈段的公办都更代筛 我们就是依法执行代筛 那当然我们要促进公益 还有确保权力 因为目前这个案子 其实绝大部分要用来做社会住宅 同时也有节约的够够宅 它是极具公益性的公办都更 同时我们对于不同一户 也在完整合法的程序 确保他的权力 同时对于绝大多数的同一户 他们都已经牵引 也希望尽早回到家园 所以透过这些方式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展现我们要推动都市更新 能够营造移居友善城市的目标 来前进展现这样的决心 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市府 地震局的同仁 还有我们都法局的同仁 跨局处不断的沟通讨论 让今天我们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谢谢我们很多民间专家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我想希望能够真正落实 宜居友善的台北省 为了提高业者申报 被查资讯正确性 地震局与建筑管理工程处 跨域合作 透过系统对接 将建造资料转会入 内政部预售屋资讯申报网 申报正确且快速 我们其实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其实针对契约的部分 都是实质做审查 那所以说契约一本 可能一百多页 其实我们都是每一页做审查 看看帮消费者把关 有没有百分之百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然后让业者跟在销售的时候 跟消费者在签约的时候 都是用到最正确的契约跟相关的资讯 这样才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原本其实契约在做备查的时候 要到建造的执照合发后 那才能来申请备查这件事情 那我们检查的时间 因为契约很厚 所以一般来说 大概全国各县市 我们最快说大概要30天 才可以完成审查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台北市为了 就进一步提前整个审查的作业的时间 然后又要完整帮市民朋友把关到契约的内容 所以我们提前到建造申请的时候 就同步来帮业者做契约的审查这个动作 那在整个建造执照申请的时间 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帮大家审好 那我们连红单都一起帮大家审好 这样在后续建造合发的时候 那业者来做备查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变成八天内 就可以把资料备查给业者 那进而公开我们相关的资讯 加速资讯公开的时间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的契约备查时间 就从30天可以缩短成八天 其实契约的规定非常的繁琐 那很多业者其实他也 他的规定大概都会有些小小小的 可能有些不利消费者的状况 比如说我停车位的高度 不小心就没有血 那或者是说像是 里面会注记一些 比较不利消费者的条款 像是说停车位 我可以因为什么设计变更啊等等 不经过消费者的同意 我就可以变更车位的位置 像这些小地方 我们都会帮消费者把关到 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减少消费增益 我想大部分的市民一个人 中期一辈子大概也只有一栋房屋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好的服务 我相信大家可以更心安 那所以首先我就要感谢这个不动产业界的专业伙伴 台北市代销工会及开发工会 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协力 那另外市长刚刚有提到都根五件 我想这个在都根五件的政策里面 地震都根是联盟 那我也要跟市长报告 在这一次是督发局跟建管处的补位 让我们跟这个建造的这个系统 跟地震预售申报的系统 能够对接更为精准 那让预售的资讯申报是更成正确 如果有预审的制度在整个资讯的揭露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经由我们市政府这边的整个的预审检核 达到一个资讯的充分的揭露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消费者往后的交易 是有一个非常安心跟放心的一个效应 那么特别是在景气不正那么好的情况 总体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那市长他愿意带领的团队 把这些行政效率提高 那我也代表公会 向市长跟各位长官来说声谢谢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台北市地震局 长期以来在所谓的规划上面 他们说针对我们业者的痛点 那我们也必须要说 不动产业它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所以确实不管是在法规 或者是实际的执行面上面来说 它都会跟很多在所谓的 针对职针对法令去做想像的这种规划 会有很大的漏差 那我们很感谢就是北市地震局 确实在所谓的业界跟所谓的理论上面 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接轨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预售建案的 这个规划上面来说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是非常感谢 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流畅的平台 然后再加上民众在查询上面 无论是价格或者是说是建案的资讯 透过这样子的比对 可以让民众先解决这个所谓 购乎的这个过程里面 前面资讯不够透明 也不了解的一个痛点 经过地震局被查完成的预售建案资讯 宏丹内容契约全文 都会公开在台北地震找房家的网站上 提供消费者完整且正确的即时资料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 内政部长林又昌拜会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希望透过集思广益 以多元的方式来改善住宅问题 在社会住宅推动联盟成员迎接下 牛昌成了第一位造访奥尔什的内政部长 为了多听取社会各界及第一线人员的意见 牛昌接连拜会崔妈妈基金会 与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希望及时广益更全面完整的提出住宅政策 当然社会住宅是一种方式 另外对于很多需要支持的群体 包括学生或者是年轻的族群 或者是包括新生家庭的族群 甚至是我们迈入老龄高龄的社会 新增的这个银法住宅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所必须要面对的这个层面非常的广 那当然其实住宅政策也不只是内政部的一个工作而已 因为他也会涉及到金融还有包括土地 甚至包括租税的相关的一个课题 所以怎么样及时广益能够有更全面更完整 然后另外带有进步性的一个住宅政策 我想这是台湾社会所需要的 对于租屋黑市 牛昌坦言过去租赁市场比较容易被忽略 包括媒介及法令配套不足等 不过这几年已经有所进步 相关产业及人员投入也逐步增加 他认为房东和房客不应对立 而是与政府形成协作关系 建立配套机制 也有许多的一个团体 大家倡议跟政府来合作 那这几年也完成了相关法令的一个修订 在这几年间也有一千多个 这个租赁的服务的相关的一个团体来成立 那也有一万多位的这个人员 进入到这个平台跟市场里面 让整个机制能够更完善 当然我们还有很远的一个路要走 那所以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此内政部正在研拟设计 包括租房第三方押金管理等措施 对此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副召集人 也是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的吕炳仪认为 大方向支持 不过执行面上还有几项关卡要克服 最大的关键就是房东 第一个当然会比较大的部分 房东可能不会愿意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一样是租屋黑市房东不愿意曝光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乘坐就是把押金拿出来第三方 无论是银行信托业者 或是相关的租赁工会做集中保管的话 在行胜上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负荷 那另外一块的话 操作面上的一些SOP跟know how的话 其实还有在进一步的去排除跟克服 至于大众关切的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吕炳仪直言杯水车薪 整体效果比较有限 也不甚公平 政府还不如想办法让房价下降 对手购族可能帮助更大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道 为了预防长者跌倒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开办义字瑜伽课程 运用线上的教学形式突破时间空间等限制 利用家中的座椅进行简单的激励运动 提升长者下肢激励与平衡能力 两位学员跟着老师用椅子做瑜伽操 双手扶着椅背将椅子往前推 借着椅子的支撑将双腿轮流往后抬起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湾师范大学 以及台湾大学合作 设计出符合高龄者需求的椅子瑜伽课程 借由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 共计12周的线上教学课程 让长者即使在家 也可以用随手可得的椅子 进行简单的激励运动 那一起的时间 那个时间我们脑都不敢去 那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办了一场椅子移家操 那个动作非常地简单 只要一把椅子 那老师呢 他会在线上很用心地教导跟指导 然后呢 学院的问题 老师非常有耐性地解决 那更默性要值得我们说的就是说 就文山中心健康中心把我们上课的流程 我们拍整个影片 拍整个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不定时地操作跟运动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地感恩 那我们根据卫生福利库 在110年的死因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因故伤害死亡原因 跌倒是占第二位 另外呢 我们台北市的文山区的 事故伤害死亡原因呢 我们的跌倒也是占第二位 在2017年呢 我们国民健康署 有做了国民健康的一个访问调查里面 65岁以上长者呢 过去在一年内曾经有跌倒的比率 占了15.5% 另外呢 65岁以上的一个长者呢 曾经因为跌倒而受伤呢 有8.4% 也就是说我们每六个人呢 长者就可能曾经有一位跌倒过 另外呢 有可能有12个长者 因为就其中有一位 因为跌倒而送医院 那长者呢 跌倒呢 严重的话可能有长期卧床 还有死亡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避防跌倒是对于长者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呢 为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长者跌倒的原因 有非常多的一个原因 包含我们的身体筋的一个退化 还有我们肌力可能不足 然后平衡感变差等等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呼吁 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自己 增加肌肉的一个耐力 还有我们的一个平衡感的能力 那要如何做呢 那我们要从规律运动 还有摄取足够的营养来做起 台师大林立荣教授指出 已有相关文献证实 瑜伽不仅是适合长者从事的运动 经过9到12周的课程训练 特别是对60到80岁的高龄族群 能够提升肌力平衡性移动力 以及下肢的柔软度 那因为以往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针对肌力训练 来做预防跌倒为主 那这一次我们采用瑜伽 是一个比较全身性 然后而且不只只有肌力的训练 我们还包括平衡感 还有柔软度 等等这几个强化的一个功能的部分 来做一个介入目标 那我们在经过12周的课程 那每一周两次一次20分钟的一个介入频率 我们采用线上课程的方式 然后教导我们的长者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做这所谓有关的瑜伽运动 那当然我们在结果的一个发现上 也非常的良好 那因为在所谓的 跟跌倒相关的一个指教上 包括他的动静态平衡 还有下肢激励呢 我们长辈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 那当然在一个比较心理层面的 预防害怕跌倒的一个指标上 没有显著差异 那我想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像 这种可以让长辈带回家 他如果熟悉了 然后知道一些 比如说设备的一个安全 然后他自己知道动作一个行驶 那都可以配合成 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在家运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提升他的经营 居家以子瑜伽操 养肌房碟有一套 文山健康服务中心目前已着手规划 112年以子瑜伽初阶及进阶课程 并且搭配长者营养课题 让长者持出健康 动出活力 而未来也将建立远端线上课程 让长者可以随时上线观看影片 并跟着动起来 预防激小症延缓衰弱失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大同区公所宣导自然生态的环保理念 举办了登山践行活动 上百位参加的民众沿着建坛山青山步道行程 2公里的路程运动也眺望美景 上百位大同区各里报名参加活动的民众 一早就来到捷运建坛站2号出口广场 集合准备出发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登山践行活动 区长方月琪表示建坛山青山步道 是一条颇缓异形的礁山步道 从登山口起登只需要30分钟 即可登上建坛山小百月 民众在运动身体之余 也能眺望市区美丽风景 同时还能够借由登山活动 联络邻里亲友间的感情 也因此获得民众的热烈参与 我们推回三年半的正常登山进行活动 那我们也就有大地冲突 但我们跟我们的城堂建坛 然后我们进行规划到建坛山 明明登山步道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景点 是回报警官民航 还有完美打卡景点 美业舞台 那这次的就是带领女士看 非常有一定的他的兴趣的运气 所以既然说没有事情 顺势不知道 每年都办 每个人收藏这些好码 这些东西很好 这些东西是中国国民 新变民众 活动当天 大同区公所 除了贴心的为参加民众 提供矿泉水毛巾之外 为了宣导市府政策 各单位也设置了公益宣导摊位 并准备精美宣导品与民众同乐 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 在乐乐的气氛下 活动圆满成功 在台东美学馆与国父纪念馆 共同主办下 五位来自日出之境 台东的女性艺术家 将累积蓝海与青山的养分 以盛长的媒财群势 透过跨域与跨馆的合作方式 联手展现道东女毅力 曾担任教职的江美慧 常以原住民为主角 而这幅描绘少女成长之姿的画作 背后就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训导主任带了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她说这个女生要住校三年 你要帮她安排一个船位 主任女学生走了以后 主任才讲说这是一个厨迹 三年以后她很安全地毕业了 很多年以后我要画原住民的图像 我就会想到她 所以我就从她少女的高中的那一个 比较志气的模样 一直到一个大女孩 然后变成一个成熟的女孩 喜爱用画记录 国内外山海城市风光 有成功的女人美誉的领美慧 则用永世舞描绘出原住民坚韧的生命力 因为台东呢有好多的原住民 那有其中呢 这大物主是在兰语 那因为呢 他尤其是他们在风铃记的时候呢 非常的隆重 还有呢下船典礼的时候呢 他们会载歌载舞 然后呢 大家把他们传统的服装啊 尤其是打着赤膊 然后穿着定制裤 表现出兰语的丽跟美 还有他们的传统精神 采用压克力颜料融合多媒材作画 具有茶医师资格的街如影 希望自己的画作 仍与官话的民众产生互动 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 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 那我没有用人物给他形容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生肖 所以我用了十二生肖 因为我的画 他不是超现 不是那个艺术传统的画画 不是那个科班的 我是一个超现实的画 也就是当代艺术异象的画 擅长书画及陶瓷创作的黄秋香 则以大理史般的特殊水墨画作 吸引众人的目光 他也乐于和大家分享创作技巧 这个作品的基底是用浴板宣纸 做toro的动作 然后在半开放的状态之下喷水 喷完了水以后我再滴它的墨 还有我想要的原料 然后做出不同的元素 再做不是三件作品 三张就可以变成一个作品 我是做了一二十张 然后你从中取决于你想要的东西 中年毅然决然从台北到台东足梦 负责这一次连展的宣传力 则将自己最爱的台东特色作物红梨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作物 就观察它很久 一直很想要表现它 那我是跑到台东的土板部落 一个土板部落的朋友 然后我去那边看他们 看他们采收红梨 然后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那个感动 他们在阳光下面灰汗如雨 然后在那个颜色非常缤纷的 这个红梨田里面努力的工作 那那个情况感动到我 那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把我心里的感动 然后透过这个话来表现出来 这场由台东生活美学馆 与国附近年馆共同主办的 岛东女毅力舞人连展 汇集五位来自日出之近 台东的杰出女性艺术家 各自已擅长的媒材 诠释台东的南海青山等天然风光 也展现当地丰沛的生命力 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 虽然有些不是客观出身的 但是他们每一个画作 都有各展的经验 每一个自己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只有一个生活力量 这一档展览 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有趣 非常充满了生命力 然后呢 充满了又美又香 又细腻又亮丽 你看 我把五位艺术大姐姐都串进来 包括文化部主任秘书陈登青 立委刘兆豪夫人 及多位艺文界大师都出席开幕仪式 只说作品充满了东部阳光的温暖滋味 也呈现女性艺术家细腻的观察 非常非常的阳光 非常非常的东部 也体现女性非常细腻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 非常正会的地方 特别是环境 特别是性别 是女性艺术家 所特别呈现的观点 希望文工也是 可以从欣赏我们的台东 属于台东的画作 心里会有一些感动 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这项位于国附近人馆二楼文化圈的 岛东女毅力五人连展 从即日起到3月27日为止 共展出77件平面 与11件立体作品 包含油画 水彩 亚克力 书画及陶逸等 邀请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来自花东的 艺术创作 估计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带您来看 金融市政府召开金融市第一届 青年事务委员会大会 市长颁发聘书给二十三位新科青年代表委员 青年代表透过参与公共事务发声 市府也能了解年轻人的需要 攜手打造基隆成为年轻人移居及追梦的城市 金融市青年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市长谢国良亲自向每一位青年委员握手致意 大家在座可能有些很好的建议 跟我们说 其实这些以外 其实青年朋友更需要一些什么 或更可以有一些什么 或政府更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讨论 我刚刚媒体朋友在问我的时候 问我说 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给我自己一个期许 这个期许就是落实 我希望我们今天讨论出来的东西 如果真的不可行 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结论里面 如果可行 但是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慢慢来回话来做 如果可行 又可以在可看到的日期里面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赶快来落实 全在3月29号青年节这一天 基隆市第一届青年事务委员会 正式成立 谢国良颁发聘书 除了肯定青年参与公共事务 让工部门能够听到年轻人的心声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基隆市首次成立 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会 那我必须讲 在我们之前 基隆市目前从未成立过 这样子的一个青年事务的组织 那小爱爸爸最喜欢跟青年朋友 在一起 谈很多青年朋友 这个 现在碰到生活的点点滴滴 因为在我心目中 我都会觉得这是小爱 长大以后会去碰到的 所以我也一方面很关心 一方面也非常好奇 但是重点是 我觉得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 不是拿来开会用的 是要提出具体的政策 然后让我们大家能够来落实 所以我今天也在会中 会跟这些青年朋友 表示感谢以外 重点就是我们要具体 离出一些 真正对基隆青年 可以有政策上 措施上 能够真正关心到他们的一些事项 然后我们具体要想办法来落实它 反而是我会觉得 在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里面 所形成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落实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将会和青年代表 持续双向沟通交流 取取透过这个平台 让基隆城市充满活力和冲劲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基隆宇今年将在4月1号到10月31号 开放旅客登岛观光 欢迎民众登上有台湾龙珠美誉的基隆宇 深度感受基隆宇之美 透过搭船体验亲济海洋 会让大家不需此行 这次基隆宇开岛的庆祝仪式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和大家分享沉船体验 深刻感受她的祖先在200多年前 勇敢的搭船渡海 来到台湾打拼的过程是多么辛苦 而深度认识基隆的故事 真的是不需此行 我深信每个人来到这里 感受是不需此行 我可以感受到我先前的人 先人来的那种感受 再加上我们现在 可以再沉船我们的感觉 沉船起后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次基隆宇开岛 主推登岛拍照新地标 及登岛看游轮全新双体验 官销处长郭继表示 今年基隆宇特别新增 登上基隆宇艺术地标 以中英文基隆宇登岛的纪念文字 让旅客拍照作为登岛纪念 这次也邀请基隆宇都舞团小朋友 来进行精彩的开岛表演 超厉害的 许多贵宾都是首度搭船来基隆宇 大家亲身体验后都觉得来基隆 搭船出海登基隆宇真的是必游行程 身心灵直接感受海洋魅力 这样才算真的来过基隆 看基隆宇呢在基隆 虽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很容易就看到台湾龙珠 但是最美的视角还是要来搭船 亲自来登上基隆宇 那个才会是你最亲近基隆宇的视角 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视角 所以欢迎大家4月1号开岛之后呢 都记得要预约来登记 来登上基隆宇来旅游 那导游在一路上也告诉我们基隆的生态 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完整的 那继国际邮轮之后观光局办了活动 就是我们这回基隆宇的活动 那我们很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认识基隆宇 我们现在预估啊 今年整个年度大概会有达到5万人 来登基隆宇的一个人次的 来这个欣赏基隆宇的风光 那基隆宇的风光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 但是我在这边也来跟提醒大家 因为它本身除了在上面呢 可看夕阳啊 看云海 而且呢它也是很著名的基调场 所以它整个是整个旅游的元素 是相当的丰富喔 很适合亲子也适合探险 所以有各种种层级的旅游的层次 以及呢大家应该还知道就是 在整个基隆宇还有很丰富的 像是海坎的奇景 就是有两个海浪 如同呢是在对着基隆宇 这样子两边的涌浪 那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奇景 也曾经有很多的空拍影片来介绍 所以基隆宇的美呢 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大家来一起来登岛欣赏 台湾楼中基隆宇 欢迎来登岛 DADDY LAO 记者黄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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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